嗨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的UI设计课堂 我是你们本节课的受课老师Night 我们这套课程主要讲移动端的UI设计规范 当然为了使大家熟练的运用并掌握这套规范的话 肯定是要结合实战项目的 也就是说做UI作品的实战练习 因为有了作品之后 可能才能帮助大家真正的理解规范 并且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之中去运用 再说直白一点 就是说可能会帮助大家转行长工作 可能我以前是做其他方面的设计 甚至其他岗位的和设计没有关系的岗位 但是我想来做UI设计 那么可能公司的主管 或者说你的你的面试官 他们肯定会看你的作品 你光是知道各种规范 但是你不会用的话 那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制造规范的基础上 大家要去学会用规范来制作你的作品 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呢 讲iOS和安卓系统界面的对比 大家看屏幕上的两款手机 一款呢是iPhone 6s 另外一款呢 不知道有同学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机 在国内呢也是非常知名的 有情怀的手机 在做对比之前我们要明白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对比什么 iOS和安卓这个机面 他们有什么可对比的 第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对比 大家看这个苹果和这个安卓的logo哈 都是经过了各自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演变 才到今天这个样子 尤其是安卓这个logo 它诞生的一个灵感来源呢 可能是大家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 也非常的奇特 可后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界面对比内容有哪些 第一点 启动图标 可能有些同学就问了 我在安卓手机和iOS手机上 看到的启动图标不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一样 第二点 状态栏 第三点 打号栏 第四点 标签栏 这几个栏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个三张截图 第一张是iPhone的 后面两张呢 第二第三张是安卓手机截图 都是微信的 个人中心 在座的学员们应该 都用过微信吧 从状态栏导航栏和标签栏 这三个栏来看的话 其实很直观的 已经能够看出它们的区别了 然后第五点 分辨率 分辨率可能是 我们设计师将会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相对于安卓来说 iOS的屏幕分辨率的话 还好一些 比如说它的iPhone4 一直到目前的iPhone6s 它的屏幕分辨率 屏幕大小 或者说已经比较多了 但是相对于安卓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安卓的屏幕真是各种数值的 都有 太多太多了 它们分辨率 也就是说屏幕大小是不一样的 因为屏幕大小不一样 肯定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会让设计师很头疼 第六点 字体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第一张页面 它的截图的字体 和第二张第三张的字体 是有所区别的 那以上六点的不同呢 会带来第七点 也就是切图 大家可能都会都知道 做设计师的是要切图的 有了切图之后 前单开发人员 他才能去进行页面的开发工作 那么我们在讲切图的那几个课的时候呢 会重点来讲切图 第八呢就是说实体件 iPhone呢是有一个后面键的 然后安卓呢 它是实体件可能就比iPhone要多一点了 但是目前国内甚至说是国际上的设计趋势的话 安卓的设计风格越来越和 iOS相近了 所以说实体件对界面 或者对设计师的影响其实不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区别 以上八点呢是界面对比的主要内容 在此呢我只列举出这八点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同 我们要设计师要怎么处理 在接下来的几个课我们会 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大家先来看这张图 一个大美女 然后她的眼睛很成亮 这呢是一张插画 我为什么要凸出她的眼睛呢 眼睛其实就是代表看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iOS和安卓系统的对比 第一点呢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有这些方面的界面差别 设计师在做设计稿的时候要区别对待 比如说他们的启动图标不一样 安卓和iOS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做设计稿的时候 就要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体现出来 肯定不能你做用iOS的 然后就去适配了安卓的 这个这些问题上 它是要有所区别对待的 第二点呢 我认为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目前手机市场 或者说平板市场 甚至说是手表 他们的屏幕评辩率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为了做不同的区别对比的话 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一个显示效果 也就是说从视觉上提升用户的体验效果 现在我们都非常注重一个用户体验 那么视觉是最急的一个用户体验 一般它有一点审美要求的人 或者说在视觉上要求比较严格的人 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看你这个界面的时候 是非常挑剔的 如果你界面做得很差 那么可能他都不想去深入的了解你的APP 直接把你卸载掉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观察一些APP的时候 或者我在玩一些APP的时候 如果他的界面做得不好 或者不好看 不管是你排版布局 还是你的配色 还是你的视觉风格 如果你做得不好看 犯了一些低级错误的话 那么肯定我是不会继续玩下去的 所以说在这里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对比 而为了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的话 其实设计师是要做很多设计稿的 但是明显设计师的精力是有限的 一个公司的开发成本 开发周期也是有限的 不能让你每一款设计的屏幕 你都去做一个设计稿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设计师要在做设计的时候 掌握他们的区别 那么内容讲 可能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 iOS和安卓两种系统的手机 那么在这里呢 是给大家推荐两个 可以欣赏截图的网站 也就是手机面截图 左边这个呢 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 iPhone、iPad、Android、iWatch、iWatch的 iOS的、Android的都可以看 就是说它可以分不同的系统 但是它是一个国外网站 然后需要大家可能就是说 需要一些代理VPN去 才能看到国外的网站 那么它上面的截图就非常多 第二个呢 是学游网 也是国内知名的专门针对UI学习的一个网站 它呢 专门有一个板块 也就是机面截图 大家看我这个图片 它上面有 它是按功能一面分的 比如说首页 截图包 然后启动一面 主页 引导页 登录注册 个人中心 等等很多一面 但是呢 它就是没有分安卓和iOS 大家去看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容易区别 因为安卓的界面 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状态蓝 它是黑色的 不能改变颜色 大家在没有两款手机之前呢 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两个网站 可能以后你们会经常用到 这两个网站 那么在此呢 为了便于大家以后设计工作的需要 希望大家配备两款手机 一款呢 是iPhone6或者6s 另外一款呢 是安卓的 但是分辨率要是720x1280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两款手机 以后的设计过程 也会为大家讲到 本课呢 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去观察同一个APP界面 在iOS和安卓手机上的区别 比如说大家去看微信或者QQ 在iOS手机上看 或在安卓手机上看 可能它们是有所区别的 这些区别也是 以后作为一个UI设计师 或者说移动端的设计师 需要经常打交道的 大家呢 先去了解一下 好 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